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聊一聊明年马上就要来了 那华诞小的五年级跟六年级的这个国语课本里面呢 到底介绍找一字的内容有多少页呢 答案就是三页 那教育部副总监哈比巴就说呢 接下来教育部呢也将会采用相同的概念跟模式 修订五年级跟六年级的国语课本 这是教育部第一次透露五六年级华诞小国语课本中的找一字内容 虽然下一步还没有正式发布新的课程纲要 但是哈比巴昨晚出席在龙雪华诞举行的找一论坛 互相了解的时候呢 就率先透露了这个消息 或许是为了化解华识的焦虑 那么根据他的说法呢 华诞小五六年级的国语课本 跟明年的四年级国语课本是一样的 就是找一字单元呢 会三页 就算是获得家长同意教导 也不会纳入考试范围内 哈比巴呢 也是代教育总监 他就说在五年级呢 他们将会专注介绍于找一字书写的国家纪念碑 路牌和清真哈拉的这个标志 那在六年级的部分呢 当中的建议就包括了开斋节的赫卡 大学招牌的 大学招牌 还有一些历史文物 那教育部呢 是不会增加马来文内的找一文的介绍 那这也意味着呢 明年的四年级生 在生上了五年级还有六年级的时候呢 都有机会呢 接触到介绍找一字的单元 不过他就强调说 学生到底要不要学习找一字 还是要靠家长的判断跟决定 同时呢 也不会有相关的一些测验 那根据现有的这个五年级的马来文的课本呢 一共有四页呢 是介绍不同语文的这个书体 除了找一字之外呢 还包括了中文以及淡米尔文 不过随着2021年新的五年级 马来文课纲 拿下这四页的单元之后呢 那么并以三页介绍找一字单元取代 原本的五年级课纲 是以学习团结为主题 那么如今这个学习团结为主题 少了中文和淡米尔文 那么团结的味道也随着消失 变成马来文独大 那么根据哈比巴的说法呢 此举是为了鼓励学生建商和了解 马来语的文化以及历史 教育部重新检讨 检视这个五年级课纲的出发点呢 是加强马来文的教学 还有学习 那么从语言的艺术来看呢 早一字与马来文是有关的 所以教育部拿掉与马来文没有关的 其他语言的书体介绍 相信这会引起另外一番的争议 因为你抽掉了原本的其他 淡米尔文跟华文的这个诞言之后 现在是单纯的教导 介绍找一字 那么其他语文的文体呢 就不再出现了 那么日后会不会重新再纳入 在课程里面呢 那么这个呢 就有所保留了 说不准 因为根据过往的经验呢 往往呢 都会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董总秘书展皇再信呢 就认为说教育部应该保留 现有的五年级的马来文课本呢 他说 董总呢 其实从来不曾反对 找一字 也接受呢 现有五年级的马来文课本里面 拥有找一字 中文还有淡米尔文书体的这个单元 因为这样的一个单元呢 其实也展示了 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一个语境 他就希望说 能够沿用原有的一个课纲 而不只是单纯的教导找一字 他说 我们不要那三页的找一字的单元 我们要的是原本的 这个五年级的课纲 找一字风波呢 已经造成社会出现严重的这个分歧 引起一部分的华团跟马来组织 在这个时候对立 也有不少政治领袖就呼吁说 大家就停止办大会 并以对话来化解目前的这个僵局 那么昨晚举行的这个论坛呢 其实非常难得 他获得了教育部华团马来组织 以淡米尔组织的代表参与 大家一起坐下来 心平气和进行友善的对话 这是一个相当难的 而且气氛非常融洽 况且呢 更重要的是教育部有高官出席 哈比巴他在教育部的关节是非常高的 那么我们品出每五年换一次的部长跟副部长之外呢 公务员一直都是留在体制内 而且某一些特定的一些官员呢 是长期在特定的部门 哈比巴呢 他是教育部秘书长之后属于第二号的人物 他是管理学校课纲 虽然他目前只是一个教育部的副总监 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他是代总监 执行总监的任务 因为总监已经退休了 所以他是有分量的 他的出席也显示出教育部认真看待昨晚的论坛 传达了愿意对话的意思 如今我就在等教育部长马智里的回应 那这一场论坛的主持人呢 就是专栏作者陈仁毅 同时呢有多位的主讲人 像是哈比巴 那黄再信 还有伊斯兰友好协会的署理会长巴德里沙 但米尔基金会的主席阿鲁木干 还有呢龙雪华堂文教委员呢 白依沙 以及伊斯兰青年运动主席莫哈莫菲沙 那在这场的这一个论坛 还有交流当中呢 是以马来文跟英文的交替进行的 那刚刚提到的六名主讲人呢 就分享了他们自己本身 对于找一课题的看法 也肯定行动方略的一个用意 鼓励呢 未来在解决矛盾和纷争的时候呢 就以理性的对话来寻求共识 这场对话让双方都有机会坦诚交流 增加了解也明白对方的立场 虽然无法马上解决彼此的分歧 但是这种理性开放的态度呢 是这个社会所缺乏 所应该要追求的 那么希望日后 大家都能够以理性的方式来解决 族群之间的分歧矛盾 我们需要更多这种类似促进 对话 促进了解的对话 把敏感课题转为 可以讨论的不敏感的议题 不要陷入那种 种族和宗教的邪爱视角当中 否则一直呢 都会困在其中走不出来 最终引发不必要的争议 思维跟抗议 那下一段回来主编点新闻呢 我们就换个焦点来关注一下 日前关于这个宣布就是撤销公务员的关键服务津贴 那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那接下来到底有着怎么样的进展呢 下一段回来继续聊 公共服务局呢 日前就宣布了撤销公务员的关键服务津贴BIPK之后呢 就引发了很多争议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清帖部长赛沙迪呢 就表示说首相敦马啊 已经同意了暂缓有关的通令 那留到下一次的那个会议中呢 再加以讨论 他今天呢 就在他自己本身的这一个推特上贴文表示说 他刚刚跟首相商讨了这个课题 这一项取消今天呢 引起了朝野政党的强烈反应 在野政党的反对 炮轰政府是本能的反应 其实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 偏偏呢 西蒙内部两名部长都表达反对的意见 这就有点不寻常了 其中比较drama的呢 就是塞沙迪了 因为当这个新闻爆发之后呢 他第一时间就在前天 圣诞节就录制了一个视频 然后上载到他的推特账号 表示反对 然后还说 如果要剪掉这些津贴的话呢 应该要先剪掉部长的津贴 他要以身作则 而这个视频呢 就获得褒贬参办的反应 支持的人说 这名部长非常体恤 收入不高的公务员 而另外一批批评他的人呢 则认为他在演戏作秀 要反对的话 应该要回到去内阁里面 做决定的单位 来提出反对 因为这是集体决定 集体负责的 怎么你自己跑出来 在外面反对呢 你应该回到去里面反对才对呀 那么这个星期三 就是圣诞节的工价 那么下个星期三呢 则是2020年的元旦工价 同样这两个星期呢 都没有内阁会 相信许多部长呢 都还在放假中 那么其中 还有另外一名 比较含蓄的表达 不认同的呢 是卫生部长Zuki Flee 因为医护人员 在这一个今天取消的 这个环节当中呢 受影响是最大的 而Zuki Flee呢 他就通过社交媒体 就表达了 就是哎哟的意思 OK回来看一下 赛莎迪说了什么 他就说 首相的同意展颜新的 这个统领 以便呢 在即将来临的 这一个内阁会议当中呢 商讨这件事情 他也强调说 他们永远不会忘记 年轻人的心声 那另外呢 他也在这个推文 就附上了一个 50秒的自拍视频 重复的阐述了 有关的内容 在这之前呢 未来首相安华 也认为说 内阁应该暂缓 执行这项措施 不过我有点 不太明白的呢 就是这个事情 它涉及到公共服务局 那么它是属于 首相署权限的范围内 那么为何这么重大的 暂时格制的决定消息呢 不是由公共服务局 发文告向民众交代 特别是他的受众 就是公务员 而是由塞沙迪 通过他的推特来发表 虽然塞沙迪 他是内阁部长 但这不是他的权限范围内 他负责的是青年局体育部的 这个课题 更好和更理想的处理方式呢 应该是由公共服务局 或者是掌管这个局的 首相署部长出来解释交代 然后让大家都明白 政府的最新进展 不过呢 马哈迪跟塞沙迪的密切关系呢 让塞沙迪他有一个大家没有或者很少人有的这个优势 就是他能够直达天厅 其他人呢 未必有这个管道跟这个方便 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也曾经发誓 凡是经过塞沙迪的手 事情就变得顺利的很多 这里举出两个例子 第一呢 就是他引进了这个印尼共享摩托 把Goset的创办人带到去布城建首相 然后第二呢 就是他处理Foodpanda外卖派送员的薪酬纠纷 塞沙迪他确实是有他的办法 当中的关键呢 就是他那一条direct line比任何人都强 OK 回来关注今天的这一则消息 公共服务局呢 在12月20号发布的这个通令中就有宣布了 明年开始呢 全新聘请的这一个医生 护士工程师等等专业领域的公务员呢 将不再获得呢 由政府提供的每月关键服务津贴 不过这个通令也说明说 新的条令呢 是不会影响现有的这个公务员 包括了一些合约工作者 也可以在更新合约之后呢 继续领津贴 那根据了解 关键津贴呢 只是政府停付的9项津贴之一 那其他停付的津贴呢 还包括了一些私人秘书的娱乐津贴 以及英语水平奖励等等 公共服务局他就解释说 经过大概25年的实施之后呢 原本获得相关津贴的职位 其实已经不再这么开关 也要关键了 甚至严重的增多周少的情况 因此决定要撤销 这个决定呢 是合理的 况且撤销只是涉及明年 1月1日才新加入的公务员 救人呢 是不受影响的 那么他就给出一个数据了 政府今年支付了9亿7千万令吉 来落实这项津贴 而有关的数额预料将在明年增长8.1% 达到10亿5千万令吉 而到2022年的时候呢 则会提高到12亿4千万令吉 那该局就说呢 在这个费用增加的情况之下呢 政府就取消了33种相关的津贴 决定继续呢 为现有的这个津贴受惠者提供这一项津贴 直到他们离职 那现有呢 还有新进的公务员 将会根据他们职业的风险 技能 还有复杂性 继续的享有剩下的一些13种的津贴 比方说呢 实习医生呢 是可以获得每个月600令吉的一个 弹性工作时间的津贴 那至于一些住院的医生 也因为需要on call 就是随传随到而获得津贴 如果根据公共服务局提供的理由跟数据呢 取消BIPK的津贴 是有它的理由跟它的根据的 那么有两个原因导致公务员 或者是民间对这个个体反弄 第一呢 就是时机不对 因为目前的经济情况不是那么好 钱不够用 政府的补贴已经减少 开始逐步减少了 而这一次削减津贴呢 让公务员的可支配收入 相对的减少 同时政府也没有提出其他的替代方案 第二呢 就是没有事前进行很好的沟通 甚至一些内阁成员部长们 都好像是不清楚 这一个撤销津贴的这个决定 结果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这是沟通的问题 还是行政的问题呢 就留给政府来回答 目前政府要做的呢 就是灭火 它已经灭火了 就是暂时格制这一项措施 那么现在公务员的情绪相信 会有一些的这个不满存在 那当然呢 如果有一些后续 或者是一些新闻上的变化的话 我们也会持续在主编点新闻 带你来关注 现在都回来呢 我们就换个交点来看看 还有没有一些交点新闻 是蓝主编要带我们一起来了解的 欢迎回到主编点新闻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马上带你来关注 一则呢 最新的消息 这是一个最新的解释 下午5点10分的一个进展 那警方呢 已经获取了庭令 就禁止董教总呢 在明天星期六 在新纪元大学学院 举行的华团联席大会 警方有了庭令之后呢 相信董教总别无选择 只能够取消大会 这是令人遗憾的发展 因为大会是在室内举行 没有挑战国语 或者是马来文 马来语 甚至是联邦宪法的地位 但是根据目前现有的紧张气氛呢 取消大会是一个无奈的发展 但是如果我们尝试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 这是一个让双方都有下台阶的一个方式 通过第三方 就是警方 还有庭令的方式来停办这场大会 让这个对立的气氛获得缓和 因为目前已经不再是有关介绍 三叶脚一致 或者是华小董事会主权的争议了 而是舆论的发展倾向非常负面的方向前去 双方在这之前呢 都坚持自己的立场 不愿意妥协 就算有领袖介入 呼吁说取消这场大会 但是都没有获得董教总的同意 那加营警区主任呢 阿莫查菲尔助理总监呢 就向中国报证实说 警方啊 已经获取了法庭发出的停令 禁止任何人出席 董总发起的华团联席大会 他就说呢 警方啊 是基于理由 安全的理由 还有敏感的课题呢 就申请停令呢 禁止这个大会 那任何人呢 如果出席这一场大会的话 将会被视为呢 是违反停令 那警方呢 将会采取严厉的一些对付的行动 他也指出说 警方呢 将把有关的停令 移交给董总的代表 并将在之后发表文告 此外呢 根据新州日报的报道 董总执行长梁胜义 就向该报证实 董总已经接获了警方的通知 并在下午五点的时候 收到停令 那么他们呢 将他们是在下午四点半的时候 接到警方的电话 告诉说 停令将送过来 他说 自己会否取消大会 还是继续召开的话呢 就必须等到停令之后 然后再咨询法律顾问的意见 才对外公布 那么这个是解释五点的最新进展 那与此同时呢 雪州的刑事调查组主任呢 法资阿末高级助理总监呢 也证实说 警方呢 确实已经获得了 停令禁止呢 这一个大会的举行 那警方呢 将会在稍后呢 发表文告来 说明这件事情 所以想问一下蓝主编 你认为说 董总会取消明天的大会吗 董家总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摆在目前唯一的选择已经做法呢 就是取消这场大会 因为警方已经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 或者是非常婉转的解套方式 如果不取消的话 反而会引起更多不必要 还有无谓的争议 这个争议 这个舆议呢 对董教总接下来的发展 甚至对华家的发展都不利 那么如果我们把时间稍微退一点 我们刚才有提到说 这个董教总 还有教育部 还有这个大明尔基金会 还有阿宾昨天晚上在龙雪花丹 就举办了一场理性温和的交流会 那么如果在那一场大会上 董教总基于说 现在气氛都很好 我们就延续这个对话的气氛 就马上的在那一个场合宣布说 我们隔制这个大会 可能不要用取消取消的话 可能会引起董总内部 或者是其他认为董总应该坚持 立场人的这些不满 认为说董总不应该妥协 不应该让步 但是如果我们从更大的局面来看 如果在昨天晚上 在这么好 这么良好的气氛之下 宣布说 好我们基于这个气氛 然后再加上 这个教育部的代总监 向我们解释 然后我们就宣布 暂时隔制这场大会 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取代的话 那么相信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同时呢 也能够让过去一直支持 董教总的一些温和开明的马来组织 比如说 Ikram 昨天有出席的 另外有出席的是 Abim 让Ikram跟Abim 能够在马来社会里面 提高他们的形象 让马来社会看到 以及感受到说 Ikram跟Abim呢 他们能够影响华士 在这一些马来人关注的议题上 调整他们的立场跟态度 那么这个时机已经错过了 那么现在大家都把焦点放在明天 相信董教总呢 会取消明天的大会 那也要非常感谢你关注 今天的主编点新闻 谢谢志峰 明天同样时间 一起听懂更多 应该是下个星期一